我 我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难处啊 我 乌雅叶子 原本是基本设定好的女主 但是 总有一个锄头灰的琴的死队等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地抢走我的女主 让我轮为了万年女配 祖主大大 现在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 如果还不能守住女主身份 你将彻底消失 最后一次机会 那消失的话 我会去哪里啊 这个 系统局无法回答哦 还是看一下你的最后一个剧本吧 护士 乌雅叶子 本故事的女主 华傲集团总策划 罗锦盛 本故事的男主 华尔集团CEO 女主未婚夫 高继灵 本故事的女二号 华尔集团副主才 女主闺蜜 好不答应 怎么又是你 不会又要和我抢男主吧 现在剧本进展到哪一步了 现在主角即将步入婚礼 结婚 那我进去结完婚不就大结局了 就她了 等等 叶子 你没事吧 你是谁啊 这是哪里啊 这是订婚现场啊 嫁给我 嫁给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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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 怎么回事啊 不是我要结婚 刚才你走的太极没听完 是你没撬走的男朋友 跟绿茶闺蜜要结婚 能重新开本吗 啊 抱歉 系统就顾着了 你自己先点火 喂 喂 喂 行 我就是手撕绿茶嘛 这情节我熟 你们休想结婚 叶子 你要是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先去歇一歇 你 今天是我的大好日子 你不要捣乱 大好日子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叶子 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 胡说 你自己干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许你伤害她 伤害 到底是你们伤害我 还是我伤害她 这一巴掌 是我送你的新婚大礼 你疯了 还有这一巴掌 是对我错付的感情 叶子哥哥 你没事吧 别闹了 咱们先走 你 你 打的人就想走 你就想走 你 我没想走 新婚大礼我还没送 你 好吗 季董君 我演得还行吧 唯修东 唯修东 别理我 行 我接着你 放开我 住手 走 放开我 我跟他的事还没完呢 跟我走 有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以后有他们好戏看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什么结局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你 我们彼此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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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想起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相信 我不能住在这里 不然还怎么通关啊 送我回去 他们订婚室对你打击挺大的 你先下来 你干什么 再这样我报警了 放开我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你先回你房间冷静一下 叶子 叶子 欢迎回来 素素大大 系统修好了 赶快改版吧 本系统已生成 无法更改 那我怎么办 素素大大 你还是有机会的 什么机会 这二人貌合神离 只是为了利益走在一起 只要你可以拿回女主本 就还有通关的机会 通关 我都快杀青了 你惹的话 你得补偿我 什么补偿啊 帮我开挂 系统不能干预故事的情节 那你帮我查查 外面那个人是谁 总可以了吧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副总监 只凭已经按您的要求替换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两人相知相恋的VCR 盛哥哥 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你所有的理想和抱负 我都会替你实现的 只要你和叶子分手 我什么都能够 你忘了灭忘了我 原来是被鬼迷忘了 关掉 都给我关掉 知道了 现在公司群都炸了 杜钦 黄奥公司策划部总监 女主的发小 原想说终属于南安浩 原来是青梅竹马 怪不得这么帮我 别等一太早 高级灵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升哥哥 我没脸回公司了 你放心 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 他们怎么说我没关系 可我真的害怕这些流言蜚语 会影响到你的前途 我要是怕这些 就不会跟你在一起 都怪我心软 念着姐妹情深 一直没有让叶子离开公司 我真的害怕叶子 再这样继续发疯胡闹 会影响公司的声誉的 升哥哥 不能再让叶子这个定时炸单 留在公司了 如果你不能继续留在公司 系统任务会宣告失败 等着 看我怎么把女主本拿回来 卢总 高总 叶子来了 他还有脸蓝 叶子 你再胡闹 我可就不客气 娄总 高总 昨天是我喝多了 破坏了你们的订婚仪式 今天我当着随忍的面 给你们来道歉 高总 这是我特意挑选的 我们冰释前嫌吧 你 你分辨是故意的 你明知道我对这种花过敏 罗总 高总 我们几个都是老同学了 就看在以往的情意上 这件事就算了 我和高总接受你的道歉 都算了吧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以后谁也不要再提这件事 谢谢你替我买的花 你喜欢就好 无脑小熟女主 抱着这么好的青梅竹马不爱 我该别破坏了 故意让我过敏 叶子 要你好看 高总 给您吃 谢谢啊 坐 听说 你很想去设计中心 是啊 高总 您看我可以吗 花青倒是可以用 我就不信 赶不走你 来 看一下这东西 这边什么要改 你好 我是新来设计中心的花青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以后多多关照 这个项目先别做了 罗总 将心文化项目出问题了 我听说了 罗总 这个项目我跟不了了 吴总监他快把我逼疯了 还有谁可以胜任吗 这就不要交给叶子了吧 杜总监 听说最近叶子身体不舒服 恐怕不能工作了 我可以 这样吧 叶子 你先休息一段时间 我不用休息 项目我接了 如果完不成 我就引就辞职 真的吗 我是很相信你的实力的 不过 你现在这个状态 真的可以做好吗 我要是再做不好 不就让您失望了吗 那你好好加油吧 叶子 不要让我跟罗总失望 想赶我走 没那么容易 想赶我走 没那么容易 还没忙啊呢 花钦送了一些新的资料过来 我这边再重新整理一下 我给你剥个龙虾 让嘴 我想把一些国朝的元素融进这期的设计里 古代封厚大典上 匠门之女为了救爱人 而被迫嫁给帝王 为爱熟 就像匠心的品牌里面 这个想法倒是挺独特的 不过 怎么了 可是如果不能和向爱的人在一起 我这有什么意义 我梦间一边填补过心跳的瞬间 时间过得以我醉得快 可我们还是没有存在 请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挣脱撒腰的期待 一次分爱付出的思念在一起 好 那这事就麻烦你了 高总 进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把产品文件给叶子了 他这么努力 这次公司应该很有把握 拿下降薪的项目 那也不过是白忙一场 我的项目谁管哪 你是谁啊 你连我都不认识 你看我不投诉死你 这可是降薪文化的吴总前 您消消气 这边请 我会议是我们的准备好了 别碰我 这都什么事啊 快点 快走快走 接下来我要演示的是 我们环澳集团为了降薪公司 接下来文化创品的新的PPT方案 你脑子是不是摔坏了 叶子 你把将军主推的产品都搞错了 什么 我今天算是长剑神 连主推产品你都搞错了 吴总前对不起 您放心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如期完成任务 我给你时间 谁给我时间呢 我告诉你啊 这发布会的预案 已经发布出去了 如果不能按时的履行这个方案 这损失 谁来负责呢 都是误会 吴总监 吴总监 你先别生气 罗总他一会儿就来了 今天只是预演 你们预演都能把产品给搞错 正式方案能好到哪儿去啊 吴总监 咱们就事论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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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总监 抱歉 是下属不懂事了 罗总 上次您说的投资的事情 现在正好有时间 对 去办公室了解 给罗总都惊动到了 罗总年轻有为 我是非常欣赏您的 但是 我还要补充一句话 贵公司的人事部门 要看看眼科了 您看 招的都是什么歪瓜裂造的 吴总监 自己的发布会 马上就要找开了 百忙之中 还俩操心我公司人事的事 真是难为您了 不难为 不难为 既然二位有事要谈 不如先去办公室聊一下 我们一定会尽快地把方案 全部都整理好 我总监这边请 好 王锦生 你竟然帮他 王锦生 你给我等着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知道是谁做的手脚 我现在就准备新的策划案 但我担心 你担心他们是提前做好了准备 无论你阐述如何 他们都不会再和华尔合作了 我有个主意 咱们分头行动 知道了 罗总啊 看着你又销售了 这员工要是不听话呢 直接就把它给开了 没有员工就没有公司 这句话 可是你的公司流浪 唱话在嘴边的 别跟我提那个退休的老家伙了 什么事 说得比唱得都好听 吴总监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公司的叶子 可是为了您的项目 费尽了心思 您还不赶紧去验收验收它的成果 费尽心思个屁 连产品是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 还有这种事啊 您放心 这个事情 我一定会好好追责 一定给您个交代 吴总监 方案已经准备好了 请您一步会议室 请吧 吴总监 好 好了 快开始吧 你就十分钟 吴总监 稍等一下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哼 我都来了还要等谁啊 谁那么重要还要我等 难道 我不重要吗 刘总监 刘总监 您怎么来了 这是刘总推影前最后一个作品 我左思右想 还是需要刘总一起审阅这个案子 好了 赶紧开始吧 如果达不到匠心的要求 那就立马换其他公司负责 你听明白了啊 很抱歉 由于时间过于紧张 我没有做出完整的PPT方案 方案都没有还在那儿秀 但是呢 我为度假村策划了一个 关于守护的爱情故事 故事中的男孩 从第一次见到女孩开始 就一直喜欢他 默默守护他 那你帮我查查 外面那个人是谁 总可以了吧 他为他喜悦 为他难过 可是迟迟不敢对他表白心情 所以他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在错误 他不知道的是 女孩已经感受到了他的心意 怎么每次都有他 我相信每一份真挚的守护 都能迎来双向奔赴的结局 就如同度假村一直在守护着游客 而游客也从这份情感中 不断地回顾这里 我想以这样的情感推广方式 才能更加打动人心 好 非常好 完全贴合我的设计理念 小姑娘 你下了很大功夫吧 当然了 刘老 叶子她特别喜欢您的作品 从您的第一部作品到最后一部作品 她都一一地认真研究过 学习过 卢子可教啊 虽然这个设计理念很不错 但是方案还是显得有些仓促 如今交给你来落实 你还需要好好努力啊 谢谢您 我一定好好努力完成 好 既然刘老这么满意的话 不如一步到我的办公室 聊聊具体的细节 好 恭喜你阿乌亚叶子 你终于凭自己的能力留下来了 居然能把刘老请过来 你应该花了不少力气吧 只要你能留下来 比什么都好 以后就看你的了 她把刘总都请来了 你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没想到啊 谁承祥她能把刘总给请来 你收了我那么多钱 一句没想到就能把我打发了 要不这样 下次合作我少收你两个点 你看行吧 你 让你破费了高总 你这个手下败将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抢走的 统统夺回来 这次多谢你啊 我们是好哥们儿嘛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挺你 我猜 你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是谁做的了 我在公司撞见了高继麟和吴总监的交易 花青给我的假文件应该是高继麟指示的 那你准备怎么办 你准备怎么办 高继麟肯定不会伤疤甘休 至于花青嘛 算了 她也是被利用的 到本来 叶子 我觉得你和以前有点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了 更独立 更自信了 那你喜欢以前的我 还是现在的我啊 别懂 你差点把他压死 你快让讲 你别过来 别跑 别过来 你看看他 我真的害怕 你看一下 你别过来 真的 特别可爱 别过来 别闹 四处大大 我必须要提醒你 独卿不是男主 他对我那么好 就不能是我的官配吗 四处大大 拿下罗锦盛才是你的任务呀 不然会被系统清除的 知道了 知道了 放心吧 我梦里那个看不清点的男生 是他吗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我们彼此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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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想起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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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相信